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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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实 年轻时的王燕和温真荣是两个极端 王燕温婉贤熟 心和力强 演了无数白月光角色 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的他 据说天赋极高 但个人比较懒 贪睡不爱练功 有重要比赛都要从被窝里拉出来 但即使如此 他14岁就拿到过桃李杯舞蹈比赛古典五组三等奖 他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的类型 毕业后在铁路文工团当舞蹈演员时 受邀到琼瑶剧里当伴舞 因为外形漂亮比别人台词都多一些 演了一个丫鬟直接出圈 几年之后殷环珠格格里温婉大气的 琴格格一角红遍大江南北 细看王燕的五官并不是特别惊艳的类型 眼尖剧偏宽 鼻子比较他 但是组成在一起舒服耐看 像林家女孩一样 一张圆润的脸蛋 眼寒秋水 骨派生辉 笑起来沁人心脾 哭起来楚楚动人 清河绝恋里的万秋灵 至今光看剧照都让人心疼 新千年以后的几年是王燕年 他用一个个截然不同的角色 给观众展现了他不同的一面 是漂亮但有毒的白飞飞 几片丽叶别在头上就倾国倾国 是花姑子里我见游怜的钟素秋 正是小女子 制片方被刺编剧 把他和竹子精的CP给拆了 至今连神小海本人都遗憾不已 观众也带着深深的一难评 是无敌县令里有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宁香公主 多年的舞蹈生涯让她一态端方 打戏行云流水 她出场的那个镜头惊艳了观众的童年 稳稳地从天空中盘旋而落 飞得又轻盈又稳 落地也稳 挺拔的身姿让黄晓明直流哈喇子 也让观众进了几十年 王燕结婚很早 二十三岁就嫁入豪门 在出演秦格格的前两年 因为家庭和档期问题 她错过了不少角色 像环珠伊里的金锁 零三版《一天屠龙记》里的周芷若等 现在想来 以她还飞飞的形象来演 周芷若也一定会很成功吧 生下儿子之后 王燕便把工作重心放到了家庭上 付出之后基本是配学了 再无当年的高光时刻 而嫁给富豪的她 这些年来婚姻时常被外界唱衰 在八卦新闻里 她是一个每天要给婆婆洗脚 儿子叛逆不尊重她 丈夫破产欠债的苦情女人 新闻真真假假 王燕一直懒得理会 这几年她付出动作频繁 上综艺 参演电视剧 直播带货 平时直播有美颜有滤镜 她还宛如少女 保养被大家津津乐道 而这次生徒 她的脸上写满了憔悴 露出了中年女人的疲惫 与王燕的温婉不同的是 温真荣美得很有攻击性 已反派出圈 温真荣从出道以来 几乎没有年轻过 二十岁出演个人处女作 扎着两个小辫 也没有所谓的少女感 二十六岁与韩雪主演 错爱一生 嚣张跋扈的人设 成熟老恋打扮 造型好的时候 是明艳大气的贵小姐 美艳不可放物 坏得让人恨不起来 造型不好的时候就很灾难 明明只比韩雪大五岁 隐生生有少富济世感 那几年温真荣有点小火 但后续发展乏力 渐渐从女主沦为女配 此后多年不温不活 在那些没有爆火的影视剧里 无意瞥见她时 也能看出她的骨相有多优秀 大光明发形下 头包脸 脸上没有多余的肉 脸部线条柔和又流畅 这样的脸型 即使年轻时不少女 老了也不会显老 当同龄人年过四十岩值 开始下滑 她仅仅是吞去了脸上的胶原蛋白 此时优越的骨相优势体现出来了 薄薄的面皮挂在面骨之上 大眼睛炯炯有神 鼻梁高挺 五官愈发立体 很多人分不清楚她和于飞鸿 只因两人身上都有一种强大的气场 很郁姐 很大女人 两人都是年轻时从未年轻过 老了又比同龄人扛老的骨相 温争容不适合太寿 有一段时间过寿被吐槽 像戴了假发的张衣衫 锅盖头下面夹无二两肉 眼窝深陷 看上去很难像 她是听劝的 原本不爱凑热闹的她为了增加曝光率 开始接综艺节目 为了是让更多的人看到她 粉丝让她别再瘦了 后面几部作品 她的脸明显饱满了不少 无一为感 真实又自然 她曾在采访中说过 当演员一定要很纯粹干净 杂念太多做不了演员 因为眼神传达的东西骗不了人 她说自己能为保护得很单纯 得益于她的家庭 她是独生子女 上中专之前一直生活在父母的庇护之下 上了北电一天也被耽搁的认识了她的初恋 也就是现在的丈夫 两人相爱二十多年依旧甜蜜如初 之前有人说 女人到中年 幸福不幸福都写在脸上 以前对这句话不以为然 现在才发现确实如此 哪怕是女强人 也需要有幸福的家庭做后盾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